中一樣 對 他先要帶風向 讓檢驟認為說 是不是他彭政森是怎樣怎樣這樣 回來再來押彭政森 我覺得這個叫做公男串供 這太誇張 所以我剛剛又發了一篇 你怎麼公男串供 那這樣是不是應該趕快拘捕他 對啊 你就直接拘捕他就好啦 你怎麼可以放他在外面 一直在那邊串供 我覺得他已經敗壞整個法治 完全台灣畢竟還是個法治國家 我又不是中國 我們又不是共產黨 就是以人為主 我們是個法治國家 要尊重法的相關規定 他已經違法亂記 在你看台北市政府任內的時候 他違法亂記多少事情 然後這個又很難找 因為為什麼 至少公務人員要把關 不能公務人員全部被拖下水 所以你要去抽絲撥檢很辛苦 但是政治現金 包括剛剛他買了4300萬的這些金流 這個很好查 那你現在人家已經講出來了 已經提到你了 你居然還可以公男這樣串供 然後檢察官 難道還不理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 我要公開呼籲檢察官 趕快拘捕他吧 而且他說要開記者會 沒有啊 我們也沒有等到啊 好多東西他應該要講清楚耶 最新消息啊 今天這個端木正的助理 我們本來以為他沒有事 那位叫熊維軒的 現在檢調要擴大追查 他的這個柯文哲政治獻金的可贏的賬目 所以預計晚上我會再把他移送台北地檢署再賦訊 血流成河了啦 對不對 來 導播幫我跳下一張圖卡 但Grace 說到血流成河喔 我覺得 雖然喔我們剛剛在討論說呢 小草好像對阿伯還是有一點點期望 可是呢 其實從民調來看 尤其我們這個金新聞 今天剛好有新的這個政經民調 你可以看得出來喔 因為這一次假帳門事件 民眾對柯文哲的看法變壞的 壞的 Bad的 變Bad的 我跟你講 柯文哲啊 現在是怎樣你知道嗎 大象 大象 Elephant Elephant 錢 嗯 Elephant 很多錢 哦 Elephant多錢 Ele很多錢 柯文哲現在Elephant多錢 我怕被告 聲音梗也稍微接近一點 我們台灣人吧 好 好 繼續 繼續 欸 來 年輕 雖然啊 從這個對他看法變壞 看起來是年紀越大的比例越高 越高 對 可是這個一樣啦 我覺得也是代表他整個是整個年齡層都信用過長吧 你要知道不管是今天最新的這個靖新聞的民調 跟昨天美麗島的民調 其實他在這個所謂這個所謂對柯文哲有反感的部分 在20到24歲的時候都已經是四成了 你看這個25歲到29四成 所以呢他現在非常慘 之前其實前兩個月就發生這個貪污 就是高宏安貪污事件的時候 大家對於這個所謂民眾黨的反感 其實到20到40歲的時候 都沒有超過四成這麼多 但是你會看到 在這份民調跟這個美麗島民調都顯示 在30歲以上的時候 全部都已經開始陸續都超過5成以上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危險 而且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這個所謂上個月 如果美麗島的民調裡面有一個說你認為柯文哲會不會被起訴 那時候台北近乎啊 只有兩成的人認為他不會 那可能認為他的有高達8成 台北人的表態度都這麼高了 結果這個民調跟這個所謂美麗島民調都顯示什麼 台北人已經表態這麼高了 外縣市現在表態的更高 我覺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基隆有70.1 欸 我跟你講 其實在 其實在 我必須講 其實如果再用美麗島民調來對比的話 所有就是說這個雲家南 北北基高平到基隆 這個所謂基隆然後花東那一帶 基花宜東那一帶啊 全部都是七成以上 所以這份民調顯示基隆也是七成以上 所以我要祝福這個謝國良啊 趕快去找柯文哲好不好 會不會被霸就看這一次 好 謝謝國良 還有下一張嗎 下班了嗎 沒有啦 謝謝沒有 還有一張 欸 粉多 還有那個陳志涵拿一張 我要講 你要講陳志涵那張喔 對 陳志涵非常有意見 好好好 來來來來 陳志涵 這個 妳說陳志涵 報現金喔 沒有 不是這一張 一樣進新聞的民調裡面啊 也有顯示 對於這柯文哲團隊 因為他們覺得最沒有信任的人是誰 你知道嗎 不可思議 我們以為可能會是黃珊珊對不對 陳志涵 他認為這個信任度最低的 居然是陳志涵 唉唷 只有2.5% 為什麼 所以我跟你講 民眾黨啊 現在出了麻煩 這個所謂被這個全台灣人啊 所謂這個最不信任的柯文哲 昨天的民調是69.1 然後呢 陳志涵就是說 信任度最低的女人 就信任度最低的人 只有2.5%的陳志涵 這兩個人啊 絕對是什麼你知道嗎 87加87 沒有 最逢次的 沒有沒有 87加87 177.4 174 你也說很多梗耶 奇怪了 你每天晚上要上節目 前世都在想這些梗是不是 沒有 來 尚光 幫我們看一下這個 盡興文經跟任務 沒有 他剛才講的 我覺得最諷刺的是 對 李文 相信李文中的 都比陳志涵還高 對 還高 李文中還有3.6% 那陳志涵只有2.7% 對 你看我們上一部笑的多開心 沒有啊 陳志涵即將可能 要進入立法院了呢 而且裡面最好笑的是 誰該負責任的時候 陳志涵只有0.4%該負責任 對 然後信任度最低 換言之是什麼 小草裡面根本就不甩他 根本就是一個不重要的人 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你看那個比例就知道了 好 然後要解釋什麼 蔡兔要下班了 老闆要下班了 還沒 今天要加班 最近柯文哲很紅耶 我們大家要一直加班加下去 持續鞭施他 蔡壁如的部分 對 關於這個蔡壁如的新聞 今天大家覺得是最新的新聞 但對於我本人來說 這早就在上禮拜就發生了 為什麼 你看這一則啊 貼文是上禮拜就出現的貼文 在裡面說什麼呢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引起大家的好奇 你看喔 蔡壁如多大方 你看他那個時候說爆了106筆交通費 每筆2000元 合計212萬元 然後另外一個姓林的總共有150萬元 另外一個姓陳的141萬元 請問你這樣子的話 誰不想去蔡壁如辦公室上班 真的耶 但是這件事情被抓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比陳志涵的月薪還高 對 因為那個時候被大家拿起來檢討 就是陳志涵你的月薪居然有20萬 所以啦 所有網路的小草都氣炸了 接著這個黨內就有人發出這樣的訊息 在柯文哲民眾黨全國粉絲後援會 所以我認為蔡壁如啊 今天啊 這樣的這個所謂這個新聞啊 根本不足以成為頭條 這根本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拿白內戰 掩護白內戰 好 好 很好 我跟妳講 柯文哲真的很敬業 畫的那種不帶髒話 對 左眼白內戰 右眼白內戰 人家拿那麼多交通費 陳志涵一個月拿月薪20萬 都沒有我們柯文哲敬業 為了這個通告費幾千塊 就在這裡 薄命演出 真的 還要想那麼久 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琪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